内蒙古赤丰霸出康熙女儿的墓 当专家打开棺果时 发现墓主人竟然身穿龙袍头戴凤冠 静静地躺在满是金银珠广的棺果内 尸身不符历经二百多年 皮肤依旧吹弹可破 但是看到腿部的红色血液时 另在场人员不忍直视 墓主人究竟适合身份 一个女子竟然可以身着龙袍 而红色液体又是什么 保持你的好奇心 跟着小编往下看 1972年内蒙古赤丰市 老农正在田里干活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吓得人一击灵 走过去一看 赫然出现了一个大洞 老农立马叫来了村里的人 众人看着大洞不知所措 但突然有人说了句 这底下会不会是古墓呢 众人连忙联系了有关部门 工作人员小心地下去查看了情况 竟然发现这的的确确就是一个豪华大洞 不久之后考古人员来到了现场 经过初步的探勘和检测 这个古墓的体量非同小可 占地面积达到了五千多平米 这在考古界也是非常少见的 墓主人的身份已绝非普通百姓 为了探学墓主人的身份之名 专家对墓葬进行了初步的挖掘 在挖掘过程中 古墓的规模和形制 都让专家们感到欣喜悟 但是发生的一幕 却让在场的人心兜碎了 只见大大小小的盗洞 密密麻麻的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众人沉默了 盗洞的出现就意味着 在墓室里的陪葬品很有可能 已经被搜刮干净 而文物流失之后再想追剿回来 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种情况是所有考古人员 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可挖掘还要继续 甚至于要和时间赛跑 进行抢救性挖掘 经过许多天的努力 考古人员终于进入到了墓室之中 只见正中间的位置上 一个巨大的棺库 就等着众人的到来 当棺盖被缓缓地移开之后 众人却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一个绝美的女尸 就躺在棺库里 周围堆砌的金银珠宝 闪耀着光芒 让在场的人眼睛都滑了 等众人看清楚 木柱人的穿着之后 在场的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女人身穿龙袍头戴凤冠 要知道 龙袍是皇帝的专属服饰 一般人穿着可是会祸及酒足的 让专家感到震惊的是 女士尸身不服保存得非常完整 皮肤依旧非常的吸引 用手触摸还可以感受到肌肤的弹力 就像是刚刚下葬的一般 可见女人生前的地位绝非小可 但是问题来了 就算是中国唯一的女皇第五次天 下葬时也是身着凤袍 墓主人究竟有什么隐秘的身份 可以摒弃规矩穿龙袍下葬呢 内蒙古赤锋挖出康熙女儿墓 当棺果被缓缓打开后 一个绝美精致的女士 赫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墓主人竟然身穿龙袍头戴凤冠 女士尸身不服 历经二百多年皮肤依旧吹弹可破 但是看到腿部的红色血液时 专家气氛不以大骂简直不是人 那么红色的液体究竟是什么 墓主人又有何身份 竟然可以穿着龙袍下葬 考古队员将装有女士的光骨 带回了博物馆进行细致的检查 女士双眼紧逼面容安详 头上戴着一顶奢华至极的缝冠 身着龙袍 龙袍之上用金丝点缀珍珠 在灯光之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 龙袍上绣着八条形态不一的五爪金龙 在龙纹之中一个大大的寿字 显得格外的精美奢华 而根据专家对龙袍鉴定发现 这个龙袍属于清朝时期 在清朝 龙袍上绣九条龙 就代表了皇帝本人 九五之尊的地位 八条龙即有可能就是公主哥哥的身份 那女人究竟是谁呢 专家也没有一丝同意 带着一问考古人员继续对牧室进行清理 发现了在牧室之中 有骨灰罐子 而在罐子上写着驸马 这就确定了牧室人的身份是一位公主 而接下来有人发现了一块石碑 石碑虽然已经遭受破坏 但是上面的字体还是可以辨认 写到公主大兴圣人皇帝赐女也 紧接着又找到了一块印章 刻着龙线公主之章 原来这个女神真实身份 是康熙皇帝的女儿 龙线公主是康熙的第三个女儿 但是上面的两个姐姐都相继夭折了 所以龙线公主也算是长女了 从小得到康熙帝的宠爱 但是无论再受宠 清朝的公主都免不了一个结局 就是和亲或者联姻 龙线公主也逃脱不了 在她十九岁的时候 被指给了蒙古巴林部的乌尔滚 但这个亲事虽然不是龙线公主自己决定的 但她却遇到了一个将她视入珍宝的帐篷 也是她最大的幸运了 在草原之上虽然物质生活非常的艰苦 但是却有深宫里想象不到的自由 体贴的丈夫让原家的女人心里有了慰藉 为乌尔滚生下了一儿一女 而在荣县公主远嫁之后 康熙甚是思念这个女儿 曾经四次去草原上看望她 也表明了自己对这个女儿的看重 为女儿的生活带来了保障 但是回到前面的问题 南部城荣县公主的龙袍 是康熙帝赐给她的马 然而接下的一个发现 让专家怒不可遏 内蒙古挖出了康熙最宠爱女儿墓 只见棺果缓缓打开 专家却大吃一惊 墓中人头带凤冠身穿龙袍下葬 而退步却有红色液体 让专家不忍直视 红色的液体究竟是什么 47年的时候 康熙生了一场重病 荣县公主正好奉旨回京 在康熙生病的日子里 公主每天守在床边寸步不离 康熙大为感动 封击为故伦荣县公主 并且赏赐八条龙纹龙袍 在乌尔滚驱使之后 56岁的荣县公主 也离开了人世 与驸马一同葬在了一起 而这时的皇帝已然是雍正帝 特意同意了姐姐穿着铜袍下葬 在博物馆专家们 依然在对女士进行清理 在清理过程中 专家竟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在女士的腿部位置 竟然有一滩红色的液体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不忍直视 红色的液体究竟是什么 总不能是女性的立下吧 荣县公主在死亡的时候 已经56岁了 这是不太可能的 有人说到荣县公主的尸身部 会不会和红色液体有什么关联的 是药物马发生了作用 女士才会百年不服 但是这些都是大家的猜测而已 直到今日红色液体究竟是什么 也没有很好的解释 而考古工作也慢慢的接下了尾声 这时又有人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公主就是正常的观骨 而驸马沃尔根则是骨灰呢 专家解释在内蒙古那边 人人崇尚自由 最大的愿望是想象苍蝇一样 在天上自由的飞翔 而中原地区的入土维安对他们来说 更像是一种束缚 所以从古至今使用的都是火葬 本来公主是不可以和驸马一个墓葬的 但是乌尔根命令手下 将自己的骨灰放置在妻子的旁边 只是为了不让妻子感到孤单 至此考古工作也结束了 而这个墓葬经历了无数个盗墓贼的光临 墓室之中所有的陪葬品都被盗绝走了 但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墓室里的棺果才是最大的财富 而荣献公主的一生 虽有很多不能做主之事 但是却备受宠爱 康熙皇帝来自父亲的爱 乌尔根来自丈夫的爱 而生下的孩子对母亲已是非常的孝顺 是清朝皇室中命运最好的一位公主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